我画的这块是这样一块色的 如果是在这个平面没有 如果它这个中间是要透出来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加这个 实际上它前面是这样一个大树 这一块石头它不是单单这样一块石头 它这个中间还有一块特殊 这个地方不是太明显 那么在这个地方 那么你这个顺手这样一样上去 一般是这样把它 它这里录了一块呢 这不是很明显的 如果你把它很明显的画出来呢 反而是没有想象的东西了 你这个看上去 它这个好像在上面 你还可以再有这一层东西一样 如果你真的加了这个山的话 我们可以就空着一块 或者我可以加树上去 可以加树东西是吧 这样一个成长 你做这一块石头呢 就是大肆地就撤出来了 如果它这个撤出来呢 它还不能 它就在这个地方 还有这样上去 所以这个是 所以你心里怎么想 它怎么特殊 你怎么加 就是这样一个心里 所以我这个表 就是你 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它画出情况就不一样 整个外形呢 可以一样 那么把里面的表现 石头的深度 就在你心中 所以我们画三十块 怎么都要画这么 就是画的 有的人画 画到 他又可以加一样东西 你反正一空的地方 就可以加上去 所以有一张图 今天画了一幅 到明天想象 也可以再加一个东西 再加上去 加上去 一堆空了以后呢 它会加点水下来 或者云彩下来 对不对 在山脚下面呢 可以变云彩 也可以加点树 就是这样 所以你这样 跟刚才的形状就不一样了 对吧 就不一样 然后你这个 它是 我们如果想要枯杂化 它就在这些 它是这样一块瓶洞 知道吗 那么它也是有这样一个上去的 那么在这 那么它把这个瓶面又分割下来 这个就是 就是你如果是挨住它 你就说把这个向后退了 对吧 就后面退了 那么它说这一面 你看到它自己还有一个完的 它不是完的 它还有贵的 这个地方呢 它又是这一个 和上去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一条线 是分割面 那么多了两天 这个是很少的秤 这是秤的很少的 秤怎么加呢 我们以后会讲怎么加 那么 那么这里把它可以明显 又这样 又一个小山头出来了 你会再把它延长 进行